在另一層內景系列當中 有一個系統叫做大地之歌 也就是大地歌 那這是其中的一章 我描寫的是 出水社區北端 有一個海岸裡 海岸裡的前面那個地方有一個戶人家 那一戶人家周邊的戶圍 就是這些零頭樹 還有這個石坡 為什麼以前呢 這個海岸光景會有很多石坡呢 現在都沒有呢 當然是那個道路光景 的變遷所導引的 不過雖然是沒有 現在還是有一些 那零頭就長在這個石坡之上 這零頭樹非常有生命力 我在畫這張的時候很奇怪 就特別的順 為什麼順呢 不曉得 就是運筆啊 就覺得它很順 甩出去這個筆 還有細節的處理 就是比較快速的筆法 然後甩出去的筆也比較有力道 就是順 當然包挖 有很多朋友來看的時候說 你這張的石頭畫得特別的漂亮 特別喜愛 其實 這石頭我是留在最後才畫的 也很奇怪 其實我是用排筆 沾上色彩之後 一體成形 一氣呵成 大致上也沒有什麼猶豫 所以說各位可以看清楚這個筆法 我覺得順應該是說當下 當下的一個靈感 一個靈動 還有天空 天空其實我就比較傻盡一點 就這樣子 交交叉叉 這樣子畫 好 那一樣 這個也是在 傳達在地光景的生命美感 這個 這個局部這樣看也很好看 我們再放大到整張來看 慢慢放大 當然我們這種投射燈 沒有辦法去很具實的呈現畫的原貌 如果說你要看到畫的原貌的話 還是要到現場來看 或者是直接看到原作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樣態是什麼 因為畢竟來講 我用一般的手機所拍的 產生的色偏也是有的